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真实存在而我们未必知道的事情 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 但现实就是这么令人不可思议 今天的三十三号放映室为大家带来五件你可能不知道的小事 世界上最短的航线 这条位于苏格兰的航线全长只有2.7公里 和跑道的长度一样 计划飞行时间仅1.5分钟 是世界上最短的定期客运航线 乘客主要为考古研究人员和岛上的居民 执行飞行任务的飞机是一种螺旋桨驱动的飞机 客上只有8个座位 从1967年以来 每个工作日都会有往返航班 前飞行员在2013年退休前执行飞行任务超过12000次 比其他任何飞行员都要多 他还创造了两岛之间最快的飞行记录53秒 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到达目的地 百年纪念灯 自人类发明电灯泡以来 他已提供清洁稳定的照明伴随人类至今 但使用寿命是他的短板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消防局 有一颗亮了120年的电灯泡 自1901年安装并点亮后 他几乎没有熄灭过 这个灯泡是1901年时的一个企业家捐献给当地的消防局 随后只在转移和电气故障时短暂的熄灭过 其余的时间一直保持通电 最初设计为30瓦 现在的亮度和4瓦的小夜灯差不多 玻璃外道是手工炊滞 发光灯丝采用碳丝 1972年被正式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成为最耐用的灯 当地政府还专门成立百年灯泡委员会 负责维护工作 如今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其官网 查看灯泡的状态 世界上最短的铁路 樊底岗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 陆地总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 截至2019年 该国总人口只有618人 虽然面积小 人口少 但是樊底岗却是拥有铁路的国家 全舱只有300米 是世界上最短的铁路 铁路于1934年开通 在公路运输不发达的时期 这条铁路单张着 樊底岗进口物质的重任 现如今只有定期少量的货运服务 通过这条铁路进入樊底岗 在穿过樊底岗城墙 并以樊底岗城火车站为终点之前 线路从一个装饰有教皇文章的 拱门下穿过 拱门有两块35吨的铁门 当线路上没有安排交通时 铁门会滑入樊底岗城墙的凹槽中 从2015年开始 每周六都会有一趟旅游列车 从樊底岗火车站出发 前往钢多菲堡 然后返回意大利 湖中老人 湖中老人是一个9米高的树桩 从1896年以来 一直在美国 尔亥冈州的火山口湖中 垂直晃动 该树桩在水面上的直径为61厘米 高速水面1.2米 它的表面由于光降解已被漂白 高速水面的部分已出现劈裂和磨损 但是强大的浮力足以支撑一个人的体重 由于是悬浮在湖水中 所以它的位置会随着大风大浪而产生变化 在研究人员对树桩的初步探测令表明 这棵树本身至少有450年的历史 为什么湖中会漂浮着这棵树 目前看很大可能是由于三体滑坡将树带入湖中 但令人奇怪的是 为什么没有沉下去 为什么它没有被侵蚀 没有庞大的根系结构 它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挪威黄油危机 挪威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也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在2011年 挪威却出现了严重的黄油短缺和价格上涨 挪威传统的圣诞甜面包离不开黄油 在圣诞节前夕 市场上对黄油的需求激增 出于保护本国农业的目的 他们对进口乳制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这导致挪威90%的黄油都是国内生产 由于下季大雨影响了本国牛奶的产量 到2011年12月中旬 一包250克的黄油在市场上卖到了将近400元 这是危机发生后 黄油也一度成为商家吸引顾客的奖品之一 一家报纸承诺向新店户征送一斤黄油 邻国为刺激挪威人到本地消费向顾客免费赠送黄油 还有一些人因为试图偷运黄油月经而被当局逮捕 黄油一度成为挪威市场上的硬通货 哪个事情最令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